像我们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你有关注吗 当然有啊 这次的那英的battle战好像是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你有看吗 其实工作很忙了耶 但是看的不多 我就记得有一个那姐那组的学员叫周深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就是她的声音跟她的画面的那种震撼力 实在是把我吓到了 是的就是若云说的这一段啊 周深的表演真的是让很多的网友非常的激动 很多人甚至把喜欢的选手被淘汰的这种郁门 都发泄到了娜姐身上了 那么关于这点呢 我们梦工厂的记者真的要好好听娜姐说句公道话了 对不起周深 我喜欢李维 这是三级好声音最伤感的一次再见 因为周深和李维一起创造了这片 被家而胡叛的唯美世界 于是当一人无奈被割舍 这一刻所有人的眼泪不是因为感动而流 而是为眼睁睁看着这绝无仅有的美再难复制 无能为力之下发出的悲伤呐喊 因为周深 那应最新一条微博的评论数已超过五万条 几乎每一条都写下对周深的不舍和遗憾 对不起娜姐我喜欢周深 还我周深 还我周深 的确周深的离开仿佛是这个夏天最让人心痛的事情 但如果当场挥手告别的是李维呢 让我们把时钟驳回到这场经典对决最紧张的时刻 当纳英宣布李维晋级之后 周深却说出这样一席话 我想谢谢所有导师对我的肯定 这已经是我来这个舞台 想要得到的 我已经收获到了 然后 说实话这个结果其实是我想要的 无论我们谁出去 我们都是小二班 并不是说谁打败了谁 谁赢了谁 谢谢纳英老师 这个结果其实是我想要的 这句话并未出现在纳英导师考核站的正式节目中 但却是小个子周深在好声音舞台上 最震聋发贵的一句呐喊 走下舞台 娱乐梦工厂记者与周深进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沟通 从而了解到这个不善言辞的男孩 是有着怎样豁达而纯净的内心 因为我觉得 就比赛在我们小二班里面存在是真的太残忍了 我觉得每一个留下来的 都会背负着很大的心理压力 可能比较自私一点 我觉得可能我不需要去承受这样的压力 就把这样的压力就交给他们 和李维共同完成这绝世美声的演绎 周深头一低 眼泪就掉下来了 自己发挥的如何 两人间谁唱的更好一些 已经无暇去比较 只是想到将会有人离开 心里就很是舍不得 就包括前面比的那么多足 我们都不想听到结果 你低着头就是不想看结果 你是不想看哪一道什么 与其说不想看 应该说是不敢看 因为比赛这个东西太残忍了 大家辛辛苦苦才能聚到一起 一夜之间就只剩四个 如果你了解周深多一点 就知道这些不是他流于表面的客套话 这个网络人称卡布勒的小个子 曾经只能躲在电脑后面 才可以跟他的布丁粉丝卖萌耍宝 那次盲选 那首欢言 让他第一次走到人前 周深从来都觉得 美这个字大概一生和他无缘 可如梦如幻如真 周深成了第三季好声音的最美男生 正如一首歌中唱到 鸟小的我只有歌唱才能找到光芒 盲选之后 周深第一次参加好声音的路演 人山人海多是为汤而来 差点让他羞涩到手足不错 惶恐的几乎要掩面而逃 轻上一下就好了 好好地 在小二班的日子里 身边的人对周深的评价 无一例外都是 他变得开朗了 自信了 在小二班 没有人觉得他声音奇怪 也不会有人嘲笑他奇毛不扬 人人都觉得他是个开心馆 各个都争着和他做好朋友 他说我们组的吉祥物 我们准备把他头像全部印在一个T恤上 大家穿上一个T恤出门 大家看到他就是觉得自然而然会小 我觉得你即便是他的对手 你都觉得你看到他是开心的 他有一个很棒的特质 对就跟音乐一样 他可以感染人 周深谈言 因为小二班 他不仅收获了自信 收获了友情 更重要的是在音乐上他也提高飞快 甚至在交唱环节 才让张信哲目瞪口呆 什么感觉 傻了 我都无语了 绝对的 太好听了 谢谢 就是张信哲老师他给我提议的是 他让我把这个部分的层次感 做得更鲜明一些 他就是在我第二句那首 那个温柔的时候 他让我把它削弱那个部分 然后后面再推上去 当我们唱完之后 张信哲老师他说无语了 其实我觉得很尴尬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 都是一个唱歌的新手 就不可能会完美地 把一首歌演绎出来 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得到一些建议 导师传道授业解惑的时间很短 那种的唱歌 但如果要是周深一出 然后估计全场都会 因为他的反差很大 事实也正如李维所估计的那样 当周深唱响第一句的时候 舞台下就爆发出 闪呼海啸般的掌声 随着歌曲的不断推进 导师那英无法不流泪 这一刻他的骄傲属于周深 属于李维 也属于他自己 可能在电视面前 好多观众还没有 那么连贯地看我们 今天的这个对决 会很不理解 说我们为什么总是哭 但是音乐的魅力 也就是因为我选对了人 让两个很强的人 好好地去表达一首好歌 这一生一世 这时间太少 不够占名融化 冰雪的深情 比到这个份上 成业英雄 败业英雄 周深只不十六强 李维也不是纳英祖四强 但那又怎样 贝尔加湖畔所创造的极致 值得在中国好声音的历史上 大输特输 但渺小朱周深 所求的或许不过是 人与人之间 那一点神手可及的鼓舞和温暖 他们给的温暖 以前都没有感受到过 就包括声音这方面 在可能别人 别人听起来会很奇怪 但是在小二半里面 就好像每个人都是喜欢我这个声音的 就是好像大家都挺喜欢我的 所以我觉得 他们 他们把我变开朗 变自信 我非常感谢这个集体 至少现在我敢去跟深人说话 我想对留下来的小二半的人说加油 你们都代表这是我们小二半 我们都在后面为你们鼓励 娱乐梦场上海采访报道 让雪州坐火车过来的 那你是几点钟过来的 因为我盯的是凌晨四点多钟的火车 凌晨四点多钟的火车 所以我是凌晨三点钟起来 然后赶到火车站 你是披星星带月亮一路跑过来的 是吗 那你现在见到他本人了 有什么话想对他说 可不我爱你 哇你害羞了 被你们弄得脸红了 其实你还是一个很害羞的男生 那你会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呢 你们想不想知道 想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我喜欢 你要喜欢我这样 你怎么怎么这样 我喜欢就 就 就 别 就 那你就说我们纳因老师组 四个剩下的学员四强 你觉得谁最漂亮 我觉得 纳因老师最漂亮 哎呀你真是 谁都不得罪啊 真太厉害了 对 那其实呢 在我们今天现场 还有一位粉丝 已经跟随你好多年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周深的 就是周深那时候 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 然后就在网上唱歌 我现在也没有二十几啊 你觉得现在的他 跟四五年前的他 有什么不一样呢 如果说唱的话 肯定是更成熟了 然后但是我 在我看到 我觉得他一点都没变性格 还是像以前一样 就是那么开心果 然后 性格非常的朴实 即使他就是上电视以后 那些动作 包括他说话 那些害羞 都是他由衷发出来的 就是一点都没变 其实有个重点 身高也没有变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觉得他模仿谁的歌曲 或者唱谁的歌特别好听的 他模仿那个梁静如特别的像 你的姿态 你的青睐 我存在 在你的存在 哇 好听 谢谢 天籁之音 谢谢 我一直觉得你的声音是超越了性别和年龄 你什么都可以跨越过去 只剩下那一样 可以跨越身高吗 哈哈哈哈 我发现你好会重声 那我今天既然我们说到啊 说是你的一个小型的歌友会 那么我们是以歌会友 接下来 再来展示一下你的歌声好不好 好的 好 舞台交给你 好 舞台交给你 这个歌友会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啊 而且呢我知道你肯定准备了两首歌曲 当时在battle环节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八剑四的时候 你没有唱那首歌 对 对 在现场可不给我们来 可以啊 谢谢 交给你 对 你谢谢 谢谢 扎暖情寒的夕阳 你双双 轰炸轻薄的月亮 你零零 缘上寂寞的寸床 一段段 断了心肠的流光 两只手 换着暗淡的时光 两个人 迎着背影的去向 谢谢你这么勇敢 希望你永远这么美好 这么善良 有更广阔的舞台 不管你以后会怎么样 就只要你一直走下去 我们就会一直支持你 一直爱你 我的心就像西风楼 树下人家